各位網友,7月23日是King George的海外賽事日 亦是新加坡第二次的海外賽事 King George的大賽, 張先生一向都很重視這個賽事 我不是重視的, 我都去過一次這麼多年 我不喜歡入亞士谷馬場, 我也不喜歡大賽日入馬場 這麼多年去過一次, 有一段故要講 當年香港馬桂五、六月就收工, 這場賽事是七月、八月的 所以從來都沒有機會播這場賽事 原居民跑這場賽事, 當然跑第六, 成功很好 但都沒有機會播的, 因為根本不是香港馬桂的 自來當時都不會說是玻璃, 看舞都是頭著, 也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這麼多年來, 這個賽事的名字 已經錯錯了一次, 我不斷地罵 最重要是講一下歷史 King George, 這個全名叫做 King George the Six and Queen Elizabeth Diamond Sticks 沒有叫做, 當時叫做Diamond Sticks的原因 因為這個賽事起源於1951年, 英王喬治六世還在生 跑完第一、二季就去世 英律王登基, 保持這個名字 一直都沒有Diamond這個字 就叫做King George the Six 但到了70年代, 有贊助商很有興趣, 贊助全英國最大的賽事 當時在英國王室和馬場馬圈爭吵都很重要的 因為商業贊助當然是用公司的名字行先的 什麼牌的錦標 但是在英國王室 是不可以被商品騎著的 明白嗎 當然 大家妥協了 他的資助的公司叫做Debius Debius不是賣啤酒的 是鑽石的東西 不如說, 不如含蓄一點 不要用公司的名字 不如在英國賽事的全名上, 最後加一個Diamond這個字 證明有贊助商 Diamond不是鑽器的那些 因為這間公司是做鑽石行業的 叫做很含蓄的賣廣告 維持了二十幾年 當年香港的原居民 去跑這場賽事的時候 當時的翻譯人員 真的很差 也叫做鑽石錦標 纖維很長 當時我罵我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贊助商 不贊助 沒有了鑽石這個字 終於幾年後 Debius不再贊助了 他的名字就變成英王喬治 六世 因為他扔下二十幾年 他現在又出海外賽事 他又逆第二次贊助 英王 錦標 我也罵了很多年 英王 現在不是英女王 以前的英國皇帝有很多人 你說的是誰才行 是不是 King Charles VI 就是英女王的爸爸和媽媽 一般來說 因為他的名字太長 在全世界的外語的馬圈裏面 都簡稱這場賽事叫做 King George 是 不會說King George VI and Queen Elizabeth Diamond VI 不會那麼長 也不會說六 撤腰就叫做King George 就算了 我已經寫了不少文章給馬會 希望他們參考改 可惜有些中層的老友說 我們已經提出了 幫上層採他都多如意 判斷了 繼續判斷了 沒有辦法 不要緊的 一句說錯 錯就錯 但知道大家都錯 賽事是什麼 今年的英雄錦標 就是三十年前的鑽石錦標 如果你擺牌面上 風馬 不相合的 好了 說回一輪賽事 我在海船門的時候都經常說 歐洲馬圈 全世界的馬圈 英國和法國人永遠爭辯一點 究竟海船門重要 還是King George重要 當然啦 英法大家各自擁有 擁護自己 不要理他 但有個客觀因素 第一個客觀因素 你看到一點 很多馬迷都看到 這一點是什麼 跑King George馬或者英國馬 有機會過去 挑戰法國馬跑到海船門 還有機會贏 但反過來 在法國馬或者 跑海船門的馬 過來挑戰 跑King George 就未贏過 很少啦 很少贏 很多法國馬 不會跑好自快地 你走過去跑King George 有機會 場地已經打了折扣 但反過來 英國馬過去跑海船門 有些會跑爛地 未必在臨場的影響有那麼大 所以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原因是為何法國馬來 不來呢 因為英國的獎金比法國的 這個原因很客觀 第二點 我最初認為King George重要 過海船門的原因 去到七月尾八月初的時候 這些所謂打比冠軍 像樹、亞軍那些馬 還有些三歲馬 成長都是 剛剛開始成長 剛剛跑完打比 就來跑兩人賽事 成長程度 成長程度 未是很好 就算有分齡讓磅 都挑戰四歲及二年長馬 難度是高一點的 但如果這些三歲馬 再給兩個多月的時間 去到十月初的時候 那些三歲馬 接近非常成熟 所以他們 雖然分齡讓磅減了一點 雖然稅數可能減少一點 一、兩磅 不要緊 他成熟 他挑戰四歲馬 難度是低一點的 大家明白 或者如果有隻三歲馬 在King George那裡贏的 不是一代馬王 都是當時的馬王 所以這一點 是要解釋一下的 我們現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有初步的那些 無名別的 初步都是青棺沙漠 韋士 你貼仲打給他們 第三人會出來跑 現在第三年滿 但言之過早了 因為又是這樣說的 他們是五、六日之前宣佈出賽 兩天前排位 我們現在暫時還沒有去資料 但我們決定了做什麼呢 接下來這兩天 我們第一天會捉住在英國 已經移居到英國的 歌燈就聊聊天 更新一下大家的狀況之外 問一下現在英國的 馬圈的狀況是怎樣的 另外 從我們的衝頭戲開始 我們一到這個 歐洲暑期的賽事 我們就會 有些要收費的節目了 一直你都跟別人安排的 由Stanley介紹一下 怎樣收費 還有我們的運作是怎樣的 沒錯 我們會在YouTube 開到一個收費頻道 也會在Patreon 我們會有兩個收費頻道 都是提供同一個內容 視乎各位網友喜歡哪一套 最主要內容 接下來整個暑期 大約有10次的歐洲 賽事 即是英國、法國、德國 主要這10次賽事 我們都會做直播的 即是時間來說 我們對上一次在YouTube Live 一次開賽事 試那次的形式一樣 但不一樣 那次我們三多分鐘試播而已 這次開賽前 大概十多分鐘 我們已經直接Live 直到跑完 不是美場的 你解釋一下 每一場大約開賽前 剛才我所說的 大概十分鐘 我們就會即場說回 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讓各位網友去選馬 我們都會盡早開麥克風 我們就會說回當場 我們看到哪些馬比較好 或者即場有什麼大高 做功課 做功課 我們做完功課之後解釋 我們怎樣選擇的馬好一點 臨場試試試馬 對不對板 例如說 我們第一次見 我們怎知好沒有狀態 我們做完功課之後 臨場對對馬 大概是怎樣 配合當天的場地形勢 我們已經是怎樣 我們逐場逐場都會 按我們的功課 再即場提供 即是這樣的 例如排完整場之後 派完賽之後 我們就會介紹下一場 馬走出來 沙圈就講 接著我們會早點 收聲 給陪陪陪大家看 然後如此類推 即是不會見到我的樣子 說說說說 其他時間 就只是有陪陪的 我們就不會有正常的影片 大家可能要看回網上的廣播 或者是官台 都可以看到當場在此 我要補充一點 我們安排比較特別 現場那些是收費的 但是賽前 我們大概 賽前 現在未定 下午也好 賽前一兩個鐘也好 我們就會 做一個 前瞻 preview 介紹當日的 主力一場賽事 最重要的一級賽事 初步形勢 初步形勢 以及 介紹美場的初步選擇 為何美場呢 大家都好做 為何呢 我們可以直播 不用踩到尾 第二點就是 美場通常都是跑洋賽 不是很重要的 變成我們就避開了美場 變成我們由第一頭場開始 通常 直賽五六場左右 我們就會直播五六場左右 美場我們就沒有直播了 但是賽前 就會在免費頻道 講完這場初步的提示 我們安排是這樣的 還有什麼細節要留意 好了 收費那裏的安排 多少錢 是啊 是的 YouTube的頻道 我們的收費 是一個月168元 Patreon有機會 便宜一點點 我們稍後就會公佈了 現在最新大家 在斟酌 安排 要跟他們有關的部門 要談一下 還有怎樣付錢呢 我是不熟悉的 但是如果大家的網友 已經知道一般的收費 都可能自己知道要怎樣做 但是我們遲些 拿完很詳細的資料 再跟大家交代一次 我在頻道會再仔細交代一下 究竟每一個 細節內容是怎樣 還有剛才我說每個節目的內容 都會再仔細寫出來 給大家看 讓大家作為一個 考慮 可以加進入我們的收費 內容的簡介 這兩天就會寫出來 沒錯 剛才張先生所說 我們免費頻道 在海外賽事 包括歐洲的海外賽事 都會有免費提供的 不過就會早一點時間出 好像跟過往的 我們提供的 心水都差不多 一場 因為當時我們要爭取時間 很早 做不了那麼多功課 提供主力賽事 和美場 提供完之後 繼續 看歐洲的賠率 才加上現場的最後選擇 因為 海外賽馬 壓迫性 時差和壓迫性 很大 只能夠這樣做 我覺得 比較拖蕩 更加更多的資訊 我想 我們也要貼士 海外賽事 能夠更加多的資訊 以及更加 多一個頻道 多一個頻道 可以 做參考 對 做參考 好嗎 但是 我們這個 免費頻道 也會繼續 希望大家繼續 訂閱我們 這個免費頻道 也有給我們鼓勵的 Like 我們 下次再見 再補充一句 我們下次就會 找到 哥登 跟我們 聊聊 我們過兩日再見